后院的院墙栅栏立在那里已经有十几年了 之前的屋主入住时是一年新的新房院墙 维护简单 我们搬进来已经有几年了 一直没有做维护 院墙立住还算结实 但木栅栏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 已经斑驳成这个样子了 还长了不少青苔 实在看不下去了 老公在网上购买了工具 自己把院墙粉刷翻新了一遍 这是粉刷后的院墙 焕然一新 下面我就详细介绍一下 DIY粉刷院墙的全过程 首先是工具购买 买工具其实挺纠结的 好用的工具都贵 我们是自家维护用 因此选择了中档价格的工具 在ARM账上买的是高压水枪和电动油漆喷壶 户外油漆是在The Home Depot购买的水质漆 它们的型号和规格我会放在说明区里 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 高压水枪和电动油漆喷壶 老公使用下来感觉不错 值得购买 户外油漆购买时 一定要买喷壶可以用的漆 因为喷壶的油漆非常细小 很容易堵 千万不要买错了 我曾做过一期翻新DEC的视频 那个期就很稠 绝不能用于喷壶 第二步是高压水枪冲刷院墙 我们的院墙从来没有用水枪冲洗过 长了不少青苔 高压水枪非常给力 很容易将它冲洗掉 将整个栅栏冲刷后 老公总结出了使用高压水枪的最佳选择 使用25度角度的喷头 选中等压力 冲刷时喷头距离栅栏20公分以上 冲刷后的栅栏既干净 木质又没有损坏 榨栏冲洗干净后 需晾晒几日 让木头里的水分蒸发干净 第三步是刷室外漆 老公总结了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是要不要抛光打磨 我们觉得室外院墙不光滑也无妨 只要油漆容易附着能够保护木头不被侵蚀即可 因此我们没有对院墙木栅栏做任何抛光打磨 第二是天气 刷漆前应注意看天气预报 避免选择刷漆当天下雨的天气 之后两三天最好也不是下雨的天气 刷漆时 如果是大晴天 最好避开阳光直射的时刻 第三 虽然使用喷壶 但刷子也不能少 喷漆时 是边喷边刷 最好是两个人操作 一个人操作喷壶 一个人负责刷漆 手持喷壶喷漆常有不均匀的地方 漆后部分会顺着木栅栏向下流成泪滴状 近看很难看也不容易干 喷漆后马上刷开 能让它尽快与木头融合 快速干燥形成保护层 第四 是刷漆的厚度 我们只喷了一遍漆 但我们的这遍漆喷得比较厚 如何判断喷漆的厚度是否合适呢 可以在刷好漆的栅栏上 喷水模仿下雨的场景 如果水滴向下滑落而不停留 就说明漆的厚度合适了 第五是油漆的用量 我们的院墙一共有14个栅栏寒门 每个栅栏的尺寸约是6英尺乘8英尺 里外全喷 共用了5.25加仑油漆 此次维护 共花费479加元 其中油漆花费约是379加元 油漆喷壶花费是100加元 高压水墙花费不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